在一個民主國家見到這種事情發生 啊正在服務你 我什麼時候買通媒體 這不是極權國家在做的事嗎 他們看著藍綠的金權政治 從人民身上壓榨來的錢 去買通媒體 去收買媒體 他們透過這些報導 去相信這些政府在服務自己 這就很可笑嗎 啊藍綠整天說柯文哲執政沒人才 為什麼 因為藍綠執政只會用自己人 這就是藍綠這二十幾年來 讓人民痛苦的原因 所以為什麼這次這麼多人站出來挺柯文哲 因為柯文哲就是一張白紙 他確實有一些失言的地方 但是相較於失言 我們看見的柯文哲是什麼 他帶給我們希望 因為他敢怒敢言嘛 不怕得罪人嘛 台北市市長當八年還了570億嘛 對吧 那至少柯文哲在台北市的時候 他沒有貪污嘛 他沒有向財產妥協嘛 他又蓋社債又還錢 這個才是真正的為民服務啊 但是現在一大堆的老人 整天坐在電視前面 看三立看東升 然後看一看看他們在罵柯文哲 就覺得嗯嗯嗯 幹我們要投給藍綠 藍綠才是為人民服務 他們看著藍綠的金權政治 從人民身上壓榨來的錢 去買通媒體 去收買媒體 所播出來的報導 他們透過這些報導 去相信這些政府在服務自己 不覺得很可笑嗎 在一個民主國家 竟然有這種事情發生 啊正在服務你 為什麼才會買通媒體 買通媒體 綁架媒體 去宣傳政績 這不是共產黨 這不是極權國家在做的事嗎 怎麼會發生在一個民主的國家上 幹不是這樣 你現在相信網路上看到的東西嗎 因為網路上資訊比較透明嘛 但是現在的電視台傳統媒體 只要一個人就可以控制啊 叫做老闆 電視台跟媒體老闆 就可以控制言論啊 你情願相信那個一個人 可以隻手遮天 可以控制的 而且有立場 擺明的就是收了政黨前的媒體說的話 你卻不願意相信年輕人 在網路上看到的東西 還是你只是想相信自己願意信呢 我講一講我爸就說 柯沒有執政團隊啊 當選還是沿用綠 我就回我爸 我說綠色也是有政派的人啊 當初我被遊戲局欺負嘛 民進黨立委林俊憲 林俊憲也有出來批評 也有出來支持轉戰訪跟支持我 對不對 跟趙少康一起的 我把他們藍綠藍奏會嘛 就眼中不要只剩藍綠嘛 還是要點自非的嘛 藍綠整天說柯文哲執政沒人才 為什麼 因為藍綠執政只會用自己人 所以他們認為柯文哲的自己人 塞不滿這些官位 民眾黨自己人有幾百個人 當部位首長嗎沒有嘛 所以他們才會說柯文哲沒有執政團隊嘛 可是當你是一個正常的領導人 國家領導人 你應該要選擇有能力的人 來做部位首長 而不是選擇自己人 這是藍綠最大最大的問題 藍綠上陣只用自己人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陳菊 今天當了監察院長 還出來幫民進黨助選 然後對於賴清德的違建 對於賴清德二十多年來 財產沒有如實偵報 視而不見 不是啦 陳菊有執行他 他做一個監察院長應該要做的事情嗎 沒錯嘛為什麼 因為賴清德自己人嘛 自己人嘛 你整個政府都是自己人 你當然就大家一起貪官官相戶啊 這就是藍綠這二十幾年來 讓人民痛苦的原因 選上了大貪 沒上了小貪 四年後 你貪一貪被發現 再換我上來貪 檯面上草嘛 檯面下大家都自己人 你選上你貪多一點 我沒選上我貪少一點 幹什麼勒 你今天換國民黨當選好不好 推百萬部 柯文哲支持者全部投回侯友宜 頭上之後呢 變好農兵當監察院長啊 朱立倫馬英九貪污視而不見啊 那不是一樣 有什麼區別 然後你們卻一面笑著 柯文哲沒有執政人才 卻沒有看見自己他媽 用人為財 全部都找自己人官官相戶 他全部一起貪 哪一個做法 才是台灣人的福祉 不是邪而易見的嗎 兄弟們想一下 一個是柯文哲上任 用人為財 全天下的人 哪怕你不是藍綠 只要你有能力 我都認用你 跟藍綠只用自己人 就算你能力不是用 只要你是自己人 我都掩護你 我都掩護你上 我都全當保育人 看一下林志堅啦 你們看一下林志堅 就知道了嘛 我相信就算 你是民進黨支持者 你也不能否認 林志堅的事情翻車吧